好 主播客观众持续的来带您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 那因应山陀而台风带来的影响呢 其实在台铁在昨天就已经宣布北回线停驶 而最新的消息是今天南回线在下午三点钟也会停驶 其实一早呢在车站就真的有前来然后铺空的旅客 我们来听听看稍早说法 大哥想要请问一下您的行程有受到影响 有啊 大概是就是您本来是要回 本来是昨天要回那个台北的 有车子停在树澳心啊 结果昨天停死啊 今天想说天气日暴应该是有开 结果来到这边又没开 是 那现在是北回线呢 现在只能在等它看什么就可以通啊 OK 对对对 现在南北都没有办法走 对对对 那这样是对行程接下来可能会安排 可能要再多住一晚吗 嗯 先看看吧 先看看下午可不可以通啊 蛮困扰的 对对对对 对这次的行程就是受到蛮打阻碍 有一点 OK我们可以听到呢 民众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只能等待就是说 现在这个通车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听到呢 旅客其实现在就非常的困扰 没有办法只能等待就是说 现在车子的通车情况 因为现在南北都已经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几乎呢 就是困在花莲 几乎快要变成了一个 就是没有办法回家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台铁目前是说呢 将会是风雨的情况来做调整 那其实现在呢 这个台风的这个暴风圈是已经触犯到了 就是触碰到了整个南部的地区 那届时呢 可能会从这个南部登陆 再从花东离开 那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的剧烈 如果民众要出行的话呢 务必要在出行前就先查好自己的交通资讯 以免扑空造成您的行程受阻 以上就是现场最近情况 时间尽早先加完棚内直播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